今年發生 新北市國中生 採渡掛其他當地的暗棍 還以希望的這個案件 這鄉手和西蘭的女生 學生 經過新北地 訪發年少年 法定 三個過的調查心理 今天分別裁定 涉嫌 換這個殺人罪 和西蘭殺人罪 以上兼風情版 向臺氏的學生 他的家俗是培評說 這憲法根本就不要悔解 意思 家長要連帶 這次也強調說一定要修法 大家憲法就連翁姓家 修法學生 他們北部也情新出席外董 他們的小孩在九年 年底 在國中的幸福 寄到東欲掛暗還會失望 是否就行法 因為少年法定 經過三個月的心理 只要裁定 涉嫌的學生 以上兼風情版 宣示裁定 移送臺灣新北地方 家屬 家官偵辦 裁定以上的理由 少年法定很重 兩個人分別涉嫌 換三人和教授三人多 都是最輕本性五年以上的黨罪 符合少年屬驗處理 相關的規定 家屬行為發生的時候 也已經14歲 專案要可以控告 加保護官司頂頂的出婚來比 未來只要減風起訴 涉案的未生人就要不認證 不過發入相關的規定 少年不可以判死刑到無期途刑 入到後 若有效果 像基本三分之大當家屬 不過這也讓修學者的家屬 沒辦法接受 家屬真痛心發生 幾次訴求少年屬驗處理法修法 司法院回應說 讓少年家庭負行做相關的修法 要由行法主席機關來建議 法務部表示 行法是採購人關照 沒有人做的出婚 繼續從哈佛德 谢谢观看